針對民眾黨稍早開的記者會 柯建民要做出回應 來趕快來聽 所有法案 看他提出來在講 寫出來是怎麼樣在講 那各黨都會有改革法案 當然也有女同志處 也有不同的地方 這部分是可以來談來協商的 這才是政辦 那未來包括同疫情等等 很多法案 預算等等 都是要協商的 讓協商說 我們是屬於劣勢 那我也懂 過去阿美時期 我們都朝小也大 今天朝小也大 當然我們會更懂得溝通 更懂得詮詩 整個來協商 未來就是說 我們黨的成員 本來就是很團結 那各黨都要爭取自己的政治版圖 所有假話都不要講 那你講基本原則就好了 再去演戲 再講那些空案的話 然後那三次講說 我們在講失業的話 說我們派戲 那些是你自己在演示心中的虛假 總而來講 我們很清楚 明天投票的結果很清楚 但是一開始我就講過 他們就一定會演到最後 演到第二輪 演到會員長投票 這是他們在利用這種空間 來創造他們的聲量 但是這些都是過場而已啦 也是虛假的 這因為房東 投票以後 你有沒有發現真是展開新的國會 那時候大家應該要面對 來思考 如果展開新的國會 建立一個新的國會文化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剛剛講到這個保送韓國瑜 那剛剛黃國昌就說 保送韓國瑜這個說法是情緒勒索 民進黨不要情緒勒索 大家都知道 投下衣就 我自己就保送韓國瑜 票算得這麼清楚 那算數都不會 小學生都看得懂 所以 不要說我們情緒勒索 你說講 黃國昌索的話 電腦看就好了 但是 國防的新衣已經不是新衣了 不要再演了 我們是想保送韓國瑜 會不會第一輪民進黨團 直接一貫給黃先生做 這個怎麼有可能 不要 我們很清楚 就是 郭院長跟蔡國院長 這是我們立場的原則 我們不會喪失任何立場的原則 怎麼看黃國昌說 這個民視說他們民眾黨施設刑堂 他認為你這樣是把選舉時的情緒 還沒有放下來 對他們抹配 我講到他心肯痛恥 所以他會 會呼呼跳嘛 這個就 我們就知道就好了 那他還叫黨團的成員們 起義回歸 不要當你的小媽 誰 他就是黃國昌 不是 復婚起來 復婚起來說 叫呼籲民進黨團的成員們 就對於改革 起義回歸 不要只當你的小媽 就是感覺說 你一個人 他們現在所講話都沒有 那個參考價值 都要呼籲一起講的話 不是一個有 有思維的 有不明人講的話 他像罵我們那什麼 情緒 那個他自己要檢討 大家都看他原理 我昨天也在最上講嘛 我面對兩個 未來的總召嘛 我已經把我們的漢娃 講得很清楚 以後大家隨時都會過招的 就看犯錯 誰比較少犯錯而已 我看看他們天天在犯錯 這也不錯啊 如果讓這個韓江配上的話 有可能會持立委嗎 然後另外說這個三昌配 有可能 就是三 三昌配是什麼 你說 你 有任長的事情 我不能跟他回答 好 針對民眾黨稍早公布的投票意象 這柯建民是回應說 民眾黨再利用政府的規範 來提高聲量 只不過是走個過場 同時間對黃國昌的情緒勒索說 柯建民回應 怎麼連算數都不會 以上來自柯建民最新 就算了